剛好有就是網友在底下留言 他想要問說我是 當下我是怎麼從outside游回來 游上岸的 那我就再拍一個視頻跟大家說明一下 他說想問游回來的時候是用抬頭挖加body surf嗎 還是浪花來的時候也要潛下去等浪過 還有就是往回游的時候應該要遇到側向的流 這會影響回岸上的效率嗎 然後之前他有斷過腳繩 然後游回來游回岸上過 但不確定讓更大的話狀況會不會一樣這樣子 好那我來回顧這個網友 然後大家的話也可以順便了解一下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運氣也非常的好 腳繩掉了第一時間 我是用自由式加上抬頭挖的方式去找板 那因為我知道自己就是比較靠近消波塊的地方等浪 來看一下 當下大概在這個位置 所以相對的它流會把你往消波塊的這個地方去推喔 那如果這一時間你是值著游的話 你會跟板子一起被浪推進消波塊裡面 所以我們第一時間我們要往恨人游 當下的浪至少都有兩人高 甚至上喔 它還是一樣不斷的炸下來 那個白花的力量是非常的強的 所以你要先潛下去那個白花裡面 等白花過了之後你再上來 那等如果有看到比較小的白花 你就可以用body shirt 就是所謂的身體衝浪的方式 讓這個白花慢慢把你推回來 推上岸這樣子 那累的時候我自己的話是換 用水母飄加挖腳的方式喔 去休息這樣子 當阿嬌回去檢討的時候啊 其實發現自己有一個 犯了一個很低級的一個錯誤喔 那就是在我們正常潛閱的時候啊 通常會是擬細腳繩的那隻腳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喔 那我是Riger 所以基本上我是用右腳去踩那個腳踏墊 那其實也有例外的 那個人就是我 其實我左右腳都會 那當下的話我就是看感覺 我也不會 我也沒想那麼多啦 反正潛下去就對了 那重點來了 如果你不是用 魔鬼沾的那隻腳潛下去會怎麼樣呢 好我們來看一下喔 當你用左腳踩腳踏墊 相對的就是右腳會向上 然後浪啊 就扎扎實實的 就是打在你後腳踩那個位置 導致魔鬼站就整個鬆脫 板子直接被拉走 衝走這樣子 標準潛閱方式 好 結論就是第一個 浪大的話建議就是用你細腳繩的那隻腳去潛閱 然後第二個的話就是做板的時候 我們可以去用你的手去按壓腳踝的這個魔鬼沾 是不是還蠻牢固的這樣子 然後第三個 像腳繩如果用蠻久 用一段時間的話 其實它的魔鬼沾也會不太的黏 那如果你想要幹大浪的話 請換一條就是比較牢固的一個腳繩 或是換一個新的腳繩 會相對的比較安全 那因為阿嬌有親身經歷過 不然自己也不會發現 然後大概就是整理過後 分享給大家這樣子 好 如果喜歡這期視頻的話 就幫我點讚訂閱加開啟小鈴鐺 嘿 また次見的動画 掰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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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